由乔委会主办的海外民俗文化种子教师培训班 今年洛杉矶地区共有51位学员参加 那么在结业典礼上 学员们展现了三天密集特训的成果 透过活泼的课程元素 学员要将民俗记忆的精髓 以及中华文化之美 传授给各乔区的华人子弟 随着音乐摆动手中的盘子 103年洛杉矶海外民俗文化种子教师培训班 结业典礼就从精彩的盘艳五官藤拉开序幕 包括驻洛杉矶办事处副处长王炳胜 洛桥中心主任翁桂堂 副主任黄庆玉 庄博志 以及多位乔委员都出席官礼 王副处长除了对乔委会在海外 培养中华文化种子的成就 表达敬佩之外 也勉励学员继续扮演传播的重要桥梁 我相信这个研期的结果让各位带回去 不管是将来在各位的这个 中华教学方面 或是让我们的子女更能够跟 我们台湾中华文化有所连接 一定非常有帮助 三天的密集课程内容非常丰富 有柯世宏老师指导的掌中戏 以及趣味性极高的布袋戏 而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之一的书法当然也有 翁桂堂主任还现场大笔辉豪 写出富贵花开 现场掌声不断 黄庆玉 庄博志两位副主任也体验抓中药之乐 另外还有王洪豪老师的泰雅舞风琴 大伙一起跳原住民舞蹈 让气氛更加轻松愉快 对于学员的学习成果 翁桂堂主任相当满意 认为大家已具备专业教学的潜力 今天的presentation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的饗宴 本身就是呈现我们台湾文化 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最优质的一个部分 虽然在很多的课程可能只有三天的时间 你们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pro 但是你们已经有pro的这个potential 已经看得出来你们的很有意思的地方 从王炳胜副处长与翁桂堂主任手中 接下解业证书 学员们脸上露出新奇的笑容 今年洛杉矶地区共有51位学员参加 其中还有多位远从亚利桑那州 圣地雅哥等地过来 获颁千里良居奖 学员们先后分享感言 其中连续第六年参加的处景期 觉得自己精进充实许多 那在我第一年参加的时候呢 我是懵懵懂懂的进来 因为学校的需要我进来参加了 到第二年第三年到今年第六年的时候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活动非常非常重要 需要桥委会能够具体上支持我们 闭幕式上也播放三天来的学习点滴 四位老师在众人掌声中鞠躬致谢 期盼这群文化教师能让中华文化的种子 在海外开花结果深深不息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